我是建議,方法很多,儘量你的招式,如果都能夠把你的基本功夫打好 以後無論什麼樣的問題,就比較難不倒你 因為你可以見招拆招,因為你對於所有的函數都遼弱指掌 他哪一種方式怎麼做,你都很清楚的話,那你就可以找到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去解決你的問題 當然不見得每個問題都需要寫程式,可是如果遇到剛好內建函數沒有辦法滿足你工作上需求的時候 那當然你還是得要去寫點程式,所以這個部分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我今天要把剛剛Indirect的這個概念,把他那個什麼 把他,這個什麼,跳這個 那這個Indirect裡面,其實我剛剛提過了,他其實Indirect跟那個arrange函數很像 那VPA怎麼做,我們大概分成四個按鈕來完成好了 第一步就是輸出什麼 這個2到33的表格,所以這個按鈕要怎麼,當然第一個啦 for i 等於,反正你就是這個範圍,for i 就是列 2到9嘛 for j 就是4,5,6,7,4到7 對不對 然後輸出什麼東西呢 輸出的就是跟剛剛那個概念一樣,因為 有 i 就是列,有 j 就是藍 那剛剛藍是column 列是raw,那你只要把這個替換掉 其實就可以輸出了 所以基本上,我這個程式怎麼寫的 我們來直接來看,因為這個並不困難 for i 有沒有 其實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有時候程式並不需要用背的 但是你要理解 而且要能夠活用 這才有辦法 把它用在你工作裡面 for i for j,對不對 i 是列 j 是藍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畫出來 輸出到sales i 指的是他現在儲存格的位置 等於什麼呢 j 減2 j 減2 不是就是column 減2 剛剛不是有column 減2嗎 然後瓜糊 r 減2 r 減2現在變 i 減2 乘上4 那不就跟剛剛那個公式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換了一個方式呈現而已嗎 那就輸出到儲存格 就是這樣而已啦 所以跟剛剛幾乎一模一樣 邏輯一模一樣 但是寫的方法不太一樣 OK 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那個人事資料 就是輸出到這個範圍 那輸出到那個範圍的話呢 就類似像這樣 不過剛剛是 那個 有那個前面的欄名 那當然後面我們有去除欄名 那怎麼樣把資料一個一個放過來 其實跟剛剛Indurance 還蠻像的 你只要把剛剛的那個規則 這個 其實就是把這個啦 把它複製貼過來 只要修改什麼地方呢 就是Sales IJ 裡面 剛剛是放什麼 放我們剛剛的那個位置之外 你可以把這個外面包一個什麼 Range Range 前面有個 B 這個B的字串後面串接什麼 And 後面它的什麼呢 其實B就是它的欄 從B欄裡面幫我抓資料 抓什麼資料呢 它第一個一定是2 抓B2的資料放進去 換下一個 再抓B3的資料 再抓B11的一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它一個一個的抓 其實這個寫法 跟剛剛Internet 還沒有 去除那個 欄位名稱 其實寫法還蠻像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然後把它丟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丟完之後 它前面還是有欄位名稱 那可是有欄位名稱怎麼去掉呢 再來其實 再多做一個去除欄位名稱 那也是用MID 也就是把這個 一樣放過來 放在哪裡呢 我跟你講 就是把Sales IJ 它已經丟進來了 可是有欄位名稱 那怎麼辦 我用MID 把裡面的資料 先放進來 豆點 L1N 因為 MID的函數呢 就是要算 從第幾個字開始 那我們用L1N算出什麼呢 我的第1欄 我跟你講 第1列 指的就是說呢 它上面這些 上面的這個 這一列裡面的 哪一欄呢 那欄的部分呢 我用追 表示不固定 它會是 第4 第5 第6第7 4到7變動 但是列不要變動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邊 列 把它寫固定的是1 所以如果未來 你們將來遇到像什麼 有鎖一個錢的符號 你就可以 把它直接寫1 它永遠都是1的 那你不要寫i 如果寫i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 對不對 所以固定的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也是跟各位 講一下 就是說呢 以後如果你會寫函數 如果假如你要把它轉成 VBA的話 其實那個邏輯 思考的方式 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是相 相同的 只不過呢 要怎麼轉換 對各位來說還是比較陌生 那你可以把這個當成是一個範本 OK 然後 然後我們一樣加2 然後面99 就是全部都要 那你會發現呢 我把這邊執行過 有沒有 就是我們要的 其實 最後的答案 反正 寫完之後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程式 應該不會很複雜 應該 至少 也許現階段叫你 自己把它寫出來 可能有點問題 但是呢 你把這個拿去複製貼上來改 應該沒問題 反正以後如果遇到類似的狀況 那你要從單欄 把資料抓到 多欄的話 其實程式 大概把它當範本 用這個來修改 我想應該 比較沒問題 不過叫你從頭寫 可能有一點問題 不過說真的 這也不是很 困難的東西 主要就是理解 但是 這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磨 這個 你要 不斷的磨練 不然的話要很 熟練的把VBA寫出來 當然有點難度 最後再把資料清空 清除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是用那個 用Range的方式寫 Range 那我是把那個 D2到G19 可能不一定是19 反正多一點 後面加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點ClearContents 這某個範圍要清除的話 點ClearContents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某個範圍做清空 所以最後 輸出 清除 這樣就OK了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一下VBA 前面還有講到 怎麼樣把它變成 似藍 再轉回變單藍 這個可以再想想看 這個還蠻有趣的 不過有點難度是真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OK 搭遊 Page